今天我煮了湯,跟大家分享一下 煮淮山磁石湯 淮山磁石是開胃健皮 皮不是皮膚的皮,是心肝肺肺肤的皮 魚字邊加個杯子 是免疫系統的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英文叫Splen Splen 除了淮山磁石之外,我還有蓮子 如果這三樣再加上福寧,就叫四神湯 我家就沒有福寧,我就用二米來代替 這個湯應該是開胃健皮 潤肺保腎去濕癢 中藥怕有硫磺 我先用清水浸一小時,換兩餐次水 接著是冷水,煮一煮 水滾大約十分八分鐘 那些硫磺就已經出來了 很重要呢,拿出來的時候,水滾出來 就不會倒吸水 水滾到裡面 浸完水,滾完之後 流氓出來了 煮豬骨 豬骨當然要去水 飛水 凍水落,水滾滾大約十分鐘 水滾的時候 就把豬骨拿出來 就不會倒吸血水 出個水 出個水的豬骨 煮湯 這個湯就會清很多 以前我媽媽省錢 就不會用這種有肉的豬骨 買一些琵琶骨 豬背的骨 三角形好像是琵琶 所以叫做琵琶骨 其他的材料呢 就凍水落 尤其是那些果皮 我加了兩片果皮 那就香些 滾水滾了 就放豬骨 下去 你看到那些豬骨 都很乾身的 因為我水滾出來 就不會倒吸水 那這鍋湯煮出來 就會很清 等下去之後呢 水滾回 就叫中慢火 那我中慢火 煮了十分鐘 我轉去小火 就煮它兩個小時 那這鍋湯就完成了 很簡單的 那這鍋湯就很好吃的 那煮完湯呢 拿出來呢 那些渣全部都可以吃的 那有湯 有肉 又有渣 那飯都不用吃的了 那是很好吃的 又容易做 大家不妨試一下 也要不要 那些渣點 那些渣點 就要吃了 那些渣點 但我們來看 這鍋湯就要看 那些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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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